为什么猛虎独行狮子群居你知道吗 都说猛虎皆独行牛羊才成群 狮子听到可能会不服 你这纸丧骂怀的说谁呢 你以为是我想群居的吗 在非洲大陆上不仅生活着河马 大象犀牛和长颈鹿等非常难啃的大骨头 还有诸多青道夫虎视眈眈 天上盘旋着雾旧和秃鹰 地上还有四肌耳洞的猎狗和土狼 在墙敌环丝的情况下 一只狮子还真有可能镇不住场子 与其把食物与他人分享 不如和亲属一起速战速决 而老虎由于领地内的猎物资源稀少 不足以供给群体消耗 也没几个动物敢和它抢食物 因此捕获一个大型猎物 就能够慢慢的享受好几天 可是狮子就不一样了 除了填饱肚子以外 还要面对其他家族的入侵 所以留给它们的路只有两条 要么群居团结 要么被淘汰 毕竟在这广阔的非洲草原上 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再加上狮子的狩猎成功率只有10% 如果像老虎一样独行 那迟早得饿死 话说回来 要是老虎和狮子互换地方住 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好了 本期的世界之最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 分享 关注哦